韩国瑜的几个人格特质 这个是目前台湾所有的政治人物 很少看到的 韩国瑜做人客不客气 腰弯得下来弯不下来 高高在上的那些政治人物 你们醒过来没有 你们拿人民的钱来乱花 对不对 对 韩国瑜这个人的个性是很随和的 他也无所求的 他没有想要求去总统啊 他没有想要公民富贵啊 他只是要帮大家 天下苦人多 让大家体苦得了对不对 对 你要讲韩国瑜的几个人格特质 这个是目前台湾所有的政治人物 很少看到的 韩国瑜做人客不客气 腰弯得下来弯不下来 弯得下来吧 你看他讲的话 你听得懂听不懂 他懂不懂人民的苦啊 做鱼的做农的做工的做最基层的那些小工小摊贩他都知道 我告诉各位 为什么我可以感受这么深 我为什么会感动 就是因为我过去八年多的时间 也是做同样的事 我走到台湾的聚集成 我才知道台湾苦人多 对不对 对 高高在上的那些政治人物 你们醒过来没有 你们拿人民的钱来乱花对不对 对 你们高高在上面 你们骄傲不管人民的苦 让他下台 好不好 好 我告诉各位 做中华民国的总统 有人讲说 哎呀韩国瑜啊 这个学问不够的人 我告诉各位 韩国瑜学问怎么不够啊 他念过研究所 我跟他经常谈一些事情 你以为他不懂经济 只有某一个人懂经济啊 告诉各位 韩国瑜是懂经济的 你要知道一个地方的经济要发展 先要把地方上最基层的那些 所具备做生意的那些人的环境 要把它提升起来 要让这个地方要有人进来 要有观光客进来 你要帮助他们 有能见度曝光度 打知名度 这个生意才做得起来 各位 你们如果到高雄去看一看 高雄真的在过去很落伍 有一天我跟国瑜 他还在刚当市长没多久 我跟他讲说 哎我说国瑜啊 台北县现在小吃很多很不错的 他跟我翻脸你知道吗 高雄的小吃最好吃 我说奇怪国瑜你不要对我这么凶嘛 他说高雄有什么好吃好吃好吃 我说好没关系 下次你带我去吃 你看到 他为什么知道高雄好吃的东西多 因为他到处去吃嘛 对不对 但你说他到处去吃不是 他到处去关心生意怎么样 生意怎么做 有许多人讲说哎 韩国瑜怎么高雄市长坐了一下就落跑了 我告诉各位 韩国瑜有想要去选市长吗 刚开始一定没有 他有想要去选总统吗 也没有 他当了市长没多久 我跟他讲说国瑜选总统 他在那边看看我笑一笑 他也没有要去选总统 他哪想要去选总统呢 韩国瑜这个人的个性是很随和的 他也无所求的 我再告诉各位一个小秘密 我跟国瑜 我支持他选总统的时候 我太太有一天早上跟我交代一件事 你跟国瑜讲 我们帮他做所有的事情 我们无所求 我们绝不求任何的一样东西 一样官位 对不对 因为韩国瑜也是无所求啊 他没有想要求去总统啊 他没有想要公民富贵啊 他只是要帮大家 天下苦人多 让大家抵苦得了 对不对 他参选了国民党的总统初选 他赢得了全国人民最高的支持 这就是中华民国的民意 对不对 韩国瑜是不是要照大家的民意 去选总统 对不对 对 哪有什么落跑 哪有什么腾心的问题 对不对 对 听台湾老百姓的民意 教室成信 好吧 好 选 Guard 孩子 都在 pentru 谁 对不对 력